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杨阳去游新造型 网友表示太新了 近日,杨阳的新形象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这次,杨阳一改往日的游腻形象 展现出了清新、阳光的气质 让人们惊喜不已 在这次曝光的照片中 杨阳身着简约的服装 没有过多的妆容修饰 显得自然、真实 她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 让人感受到她的阳光和活力 与之前的游腻形象相比 现在的杨阳更显得清爽、自然、更有魅力 对于这次的形象转变 网友们纷纷表示赞赏和认可 有网友评论说 杨阳去游成功 新形象太新了 这个造型太棒了 还有网友表示 我原来对杨阳没什么感觉 但现在我完全被她的新形象吸引了 事实上 杨阳一直以来都以其优秀的演技和不俗的外表 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然而 之前的游腻形象让一部分网友对她的好感度产生了影响 如今 她成功去游 不仅让人眼前一亮 更是让网友们重新认识了她的魅力 在这个形象未先的时代 明星的形象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 杨阳此次去游成功 不仅迎合了当下大众对于清新 阳光形象的追求 更是展现了她的个人品味和魅力 相信这次的形象转变将会为她未来的事业发展 带来更多的机遇和认可 综上所述 杨阳的新形象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网友们对于她去游后的形象直呼太鲜了 这次的成功转型不仅展现了她的个人魅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对于自己事业的认真态度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杨阳会继续保持这种清新 阳光的形象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惊喜 迪丽热巴古装也太美了 穿额黄色长裙 男演好身材 嘟嘴卖萌超可爱 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在发生 热搜每天都在不断更新 这个圈子里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着 不可预知的事情 那么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聊聊娱乐圈 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开始做吧 8月31日 据媒体报道 一组迪丽热巴新剧 《安乐传》的路透照片曝光 剧中 她的造型依旧时尚动人 落落大方 这组照片一上映就引发网友热影 与以往的古装相比 迪丽热巴的造型更加清新 淡黄色的连衣裙显得皮肤白皙 脸色红润 白色的花纹衬衣将它纤细的腰身 显得非常好 身材匀衬 身材也很好 这次的发型比较简单 乌黑的长发直接盘在上面 点缀着不同颜色的水晶花 剩下的长发被松散的挽在后面 纯净而日常 真是美极了 她轻轻抬起头 轻轻撅起嘴巴 大眼睛闪闪发光 像一条活泼可爱的嘟嘴的小金鱼 让人有种想摸她的脸 网友表示非常看好她这次的造型 有网友表示 迪丽热巴真的什么颜色都hold住也很合适 迪丽热巴作为娱乐圈少有的新疆美女 一直备受观众关注 刚出道时的她 以立体靓丽的外貌独树一致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她独特的气质都能驾驭 在她所有的古装角色中 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凤九一角 剧中 她身穿粉色长裙 眉心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笑起来的眼里有星星 她强烈地共鸣在这部剧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痴情的狐狸被她生动而多样地解释了 期待迪丽热巴的新剧《安乐传》 希望她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